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陳美娟 歡迎收看今天11月16日禮拜二的婚臨新聞 郭北東区郭倫习,尤其要關怪館來十幾療療禮堂 年來基本不看何年? 今年聖誕節就要到了,社長康民建議特別客家 沒有接到134萬的經費 關口浴室社會科歷基金貴以及婚臨家庫中心 卻做萬倍天才的療療科目 今年竟然是去到嘉年華的情勢來辦理親自過關 以及便宗活動 終點了,終點了,終點了,休息當中 見到去的關係,溫暖和快樂 家長和小孩快樂在公廟早上 享受舒適的天氣和出味的休息 後悔當苦、夫人家,一次配合家庫中心 在聖誕節之前基本活動 要來照顧館來的萬倍天才 這些活動讓小朋友學習到很多 就是自己可以完成的任務 我覺得這樣會對他們有很大的身心的幫忙 藉由這個機會,大家彼此互相認識 然後讓我們的小孩走出戶外 我覺得這樣的活動應該可以多參與 阿妹妹覺得怎麼樣? 開心嗎?你覺得今天這個活動? 開心! 好啊嗎? 好啊! 可以看到跟第一次不一樣的人對不對? 對! 後悔的夫人家已經連續十幾年來沒看 幫助館來的早養家庭 尤其早養是需要大量的主要和人力 夫人家就是發現這點 這裡是公眾享受的愛心 全做實質的幫助 那我們也借著這樣子一個小額的監管 然後喚起社會大眾對我們引領找了七塊的關注 還有協助 還有看能不能再募得更多的資金 因為每年在這方面的切果都是六百萬到一千萬 這個切果算是很大 那我們小小一點心意 希望能夠給社會大眾一個正面的肯定 因為早期療療是一項需要不斷去投資的工作 每一個環節都需要這麼多金錢 新辦單委的家庭中心也很感謝夫人社的幫助 讓我們可以繼續來推動查療法務 我們英尼家庭中心每一年在 承辦英尼縣發育持反而早期療癒工作 幾乎每一年都要透支八九百萬 我們非常感謝夫人社的稅油們 你們的監管給我們不少的幫忙 減充我們很大的負擔 若是有發現孩子有出現 技術發展比較慢的總控 家庭一定要把握六個正前的新中期 安排福建 加上耐心和白胖 都有機會可以改善總控 記者等一會 蔡宏博德